接下來我們要進行一段潘冠玲的專訪 因為剛剛她去上完畫圖課 楊老師又跟我說 她今天在畫班的教室的房間 一直開門關門鎖門 所以她等一下將會得到爸爸的處罰 請問潘冠玲 等一下你知道上去樓上要怎樣處罰嗎 怎麼處罰 用什麼東西打 用鐵齒 然後手要放怎樣 拼 妳示範一次給我看 然後勒 打開然後勒 被打完之後最後要幹嘛 不改正 不是改正是怎樣 面向牆壁罰什麼 要罰到什麼幾點 現在是1點 要罰到1點半好不好 完了就用鐵齒一直打 打到怎樣 血流不止好不好 不好 那要達到怎樣 改正的為止 改正的為止嗎 還有押韻喔 還不錯喔 媽媽問妳妳現在幾歲 媽媽問妳妳幾歲 12歲 12歲 12歲的人妳可不可以一直關門 一直關門 開門關門 開門關門 妳上次去吳老師補習班也偷開門關門對不對 老師已經有跟我講說妳如果再繼續這樣要把妳抓去警察局了 妳覺得一直做這些事是對的嗎 還有什麼 這種事還需要再一直講嗎 不需要我會改進 妳到底去哪幾個地方鎖門 這種很丟臉的事還要再講嗎 那幾個地方鎖門 妳自己想 妳自己想 房間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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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的 還有呢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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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絲的燃車 暖熟起來 對 這樣很光榮是不是 妳竟然還在笑耶 光是這幾點我等一下就可以把妳打到天荒地老 看著我 看著鏡頭 妳要說什麼 要改正 然後要說我怎樣 我不會再鎖門了 還有關門還有開門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 要發誓說我是一個12歲的哥哥 不能再玩門了 如果 你在玩鎖門 是我不是妳 我在玩 彎門 開門 還有說門等 遊戲的話 遊戲的話 我就要打到妳 是妳就要打到我 到我 怎樣 學 學丟 怎樣 布 指 然後就要一直寫考試就寫到天 大聲一點 天 天 好 等一下上去還是要打 謝謝 插